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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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有人問我 究竟你是喜歡《一號皇庭》裡面的江城宇多些 還是刑事政策檔案裡面的張大勇多些 如果你強行問我一定要二選一的話 我就會比較喜歡《一號皇庭》裡面的江城宇多些 講到《皇庭》 我在這個戲裡面我認識了一位新的朋友 基本上我們兩個是不同世界的人 但我們有一個共通點 才可以到今次今日維繫大家朋友的感情 大家猜到那裡有什麼共通點 它就是UFO 我相信大家知道我講了誰 Denis Summer 不要浪費時間了 立刻出來 我一定要向你取一取這個《外星經》 因為你是搖滾教父 凡我跟教父聊天 我看電影學回來的 即是要親一親手背 對 再來一次 心啊 教父 這樣就對了 是不是你是教父 大佬 有什麼我可以幫你 香港沒有哪幾個歌手 和我出生 簡直是不相似的 我們真的從最小的地方 一直站出來 一站起來 不知多少年 好像四十幾年 當然了 你是教父級的 大佬 很難說的 給你面子 不過呢 多謝大家 這麼多年以來 包括《四大天王》 我也很喜歡你們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他們沒什麼接觸 我想除了張學友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 有個叫做 好像叫做Parko Wong 這個人 Parko 就帶他去茶樓 介紹給我認識 他說這個就是 剛剛贏了不知幾多區 唱歌的張學友 我為什麼會看到張學友 第一 他很禮貌 他就退後兩步 高工給我 那我當然開心 更開心的 就算到現在 今天我有演唱會 我走出走廊 看花牌 張學友一定會送花牌給我 這是很難得的 還有大家都好好給我面子 這個我是開心的 因為其實我很少接觸大家 阿森白的形容 一些外星人叫做陳仔 都很出名的 都挺貼切的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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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順口 那次我在兄弟幫 我在月球上面 其實有很多陳仔看著我們 我是衝口而出的 這個一衝 陳仔就代表外星人 我也告訴大家 陳仔這個外星人 其實我是註冊了 那次是你和你姐姐 在天台那裡聊天 我看著天 突然被你發現 做一個UFO 那次是你人生中 第一次看到UFO 也對 這個第一次 證明我去看你的東西 那條頸頂的一間廟 在那裡談心 在那裡談心 順便在那裡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那時候是1985年10月 即是在香港 在香港 那塊是甚麼東西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那顆東西 我看到的 就是 這顆明明是金星 我沒有太多留意 但金星的那邊 那邊還有一顆 比它更大 比它更光 其實我是分不到 金星 木星 火星 其實我是分不到的 我之後才知道 就是 你見到一條頸頂的 為何這顆東西 會比那顆更光 而它可以這樣 然後停下來再去 我第一次見是這樣的 沒有太特別 只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我之後會覺得 這是我第一次見 剛才你說的L字 是的 你在美國看得到的 是否那個很震撼 那個呢 就… 直接在那面前 停一停 接著 又不是在我面前那麼厲害 有三點方向 那次的見面 就有點失禁 你猜不到 有一樣沒有聲音 差不多 我覺得 如果它在地下 這個可能是 六七個巴士 貼上那麼長的一塊東西 沒有聲音 那你又來 又可以走 那真的是失禁 那次是我見過最大價的 那時候我斬斷你一點 那時候我和你拍電視劇的時候 其實我很記得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你 對UFO很有研究 還有看過很多關於UFO的資料 我也有問過你的 是嗎 因為那時候那個年代 沒有現在那麼大膽 那時候還是遷就著遷就著 那些人不敢說 不敢說 因為覺得 被人有一個感覺 就是你信UFO的 你也瘋了 以前是這樣的 以前是這樣的 是 我們信有UFO 信外星人 有時候 我都有一點會潑冷水 雖然我出過唱片 我是人在做天在看 我們人很沒有救助的時候 就望天打掛 希望天會救我們 但為什麼天會救我們 好像在2012年 那麽大顆 運石碰到蘇聯 有人就說 咦 有架UFO打散它 幫我們 那我上個星期 我等了一條片 你也有信給我看 是啊 我就問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 UFO要打爛它 幫我們 因為 一天裡面有千萬顆流星跌下來 有大有小 雖然未能做到災難性 但為什麼它有選擇性呢 因為我們世界有三次大核電的洩漏 它 三里左右 在美國 另外一個就是 茲爾諾貝爾 第三個就是現在 為它倒閉營料出海 只是這些我們人為的災難 如果UFO是外星人 真是救我們 為什麼不下來阻止他們 所以我不太相信外星人 或者他們下來救我們 因為我和陶大宇 起碼都是因為天跌下來 天上面飛來飛的東西 我們有這個圓 所以天跌下來 嘩 這個真的要看看 這個就是所謂證書 有粒塞石在這裡 我想你自己拿好一點 是的 同時是塞石來的 方便你拿的 方便你知道它有鐵的成分 這一粒就叫木炭 叫做木炭 是的 它的成分就是裡面有少許粒 Nickel 有鐵的成分 還有它是石 鐵 銀石 它從哪裡來的呢 大部分都是在木星和火星之間 掉下來的 但如果我把家裡 會不會忍了一些襯子來找我 原來你家裡有這些東西的 因為它有少許磁力 我不是跟你說 因為我不喜歡說風水 或者那些什麼神奇的東西 但你試試拿著它 你想想想的東西就可以 你不要叫我想發達 不是那些 給你自己有沒有機會 可以感受到一些東西 因為我不可以告訴你 那些什麼 童年是話歌 這樣嗎 反轉你 有什麼理由講究 在生活上 我希望盡量封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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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如果你悶 有些人會淺進去 麻煩也沒有聲音 在Manner上面 你是有講究的 那我小弟先說一說 因為我這麼多年來 我喜歡喝紅酒 所以我對紅酒也有少許要求 因為你見那些杯子的身材 是會截圍影響酒的Quality 例如80-200元的紅酒 只要你用一個很漂亮的酒杯 去襯托它的話 那個紅酒的Quality 你會覺得 我不相信 這個奇妙就是這裡 這個紅酒好像值四五百元 它就可以發揮到它的功能 所以喝紅酒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 我認為是 一定要有一個漂亮杯 去襯托這個紅酒 這個就一定的了 否則我寧願不喝 我不是鼓吹人去吃煙或吃雪茄 我只不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雪茄講究起來 原來是可以這樣的 這個就是一個雪茄盒 打開 嘩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感 裡面有很多機關 我打開它的時候 那個雪茄 是這樣的 下面有一個機關 按一按 好像那些自動收銀機一樣 這裡全部都是放雪茄的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有一個溫度計 因為雪茄不可以太乾 一乾它就會煉 它裡面是怎樣保濕呢 它有一個海綿 你倒了水 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供應 整個雙面的溫度 濕度 用來保存雪茄 上UFO參觀 和外星人做朋友 有 你不是玩單飛吧 單飛不錯 不用遷就人 你只想自己 今晚兄弟吃焗粽嗎 想玩單飛 那我們吃焗粽吧 怎麼會 可以自己選擇吃什麼 我在說你單飛 我說可以 單飛 吃Pizza 吃飯 Pizza Hut的My Box自食組合 主食小食 終於有東西喝 很多配搭都是五十八元起 不是單飛吧 Lunch一人一盒 都可以很開心 參觀 參觀 見到外星人 見到心儀的人 當然是心儀的人 脫臉 脫頭髮 脫臉 你脫頭髮 當然不要 不要